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一脉相传 在整个斗罗大陆上 只有七宝琉璃宗的直系子弟才可能拥有 大师对七宝琉璃塔这个器武魂的评价 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范大陆最强大的辅助性器武魂 所有战斗系魂师最好的伙伴 在武魂殿的六个标志之中 大师那块令牌上所没有的三个标志里 其中一个就是七宝琉璃塔 可见这个宗门在武魂界的威名有多大了 宁荣荣涂了图可爱的小舌头道 别看了我和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 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 等我们先过了眼前的考验再说吧 我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两红环 能够给大家分别增强速度和力量方面的属性 增幅在30%左右 持续一路相绝无问题 30%的增幅 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字 但唐三却知道 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 之所以被大师称为辅助系武魂中最强大的存在 就是因为每提升一个魂环 不但能够多增加一种属性的提升 同时还会令所有之前魂环所能提升的属性增幅效果再增加10% 也就是说 如果宁荣荣的魂力达到30级以上 不但可以多增幅一种属性 而且所有属性的增幅效果就变成了40% 以此类推 直到70级时 能够瞬间增加七种属性80% 这是何等恐怖的效果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七宝琉璃塔魂石辅助 几乎可以在瞬间将自身实力提升一倍了 对于越强的魂石 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就越好 在两大帝国任何地方 只要有七宝琉璃宗的魂石出现 立刻都会成为所有魂石组织争取的对象 受到万人瞩目 幸好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是不能叠加的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两名七宝琉璃魂石存在 增幅也只能依照魂力更高的一位产生效果 七宝琉璃塔五魂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攻击力 需要受到战魂石的保护 但自愿成为七宝琉璃宗保护者的人绝对不少 其中就包括至少两位魂石中的顶级存在 封号斗罗 在整个大陆上 七宝琉璃宗绝对是排名前三位的宗门 至于七宝琉璃塔到了八十级和九十级会产生什么样的增幅效果 就只有他们宗门内部的核心成员才知道了 始终都是七宝琉璃宗最大的秘密 戴木白深吸口气道 你们四个的搭配倒是不错 没有重复系统的五魂 如何抵挡赵老师的攻击 你们自己决定吧 唐三想了想道 宁荣荣负责辅助我们三个 那么小五负责主攻 我负责控制赵老师的攻击 尽可能限制住他 同时辅助小五进行正面攻击 朱竹青麻烦你从侧翼凭借你的速度进行牵制 小五和宁荣荣都点了点头 朱竹青看了唐三一眼 最后也微微汗手 同意了他的建议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们也只能使用这种简单的战术了 至于效果如何 就只能用实战进行检验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大的对手 对手强大到什么程度也只有打过才能知道 商量好了没有 赵无极洪亮的声音传来 四人回身看去 之前地面上的那根箱已经燃烧到了尽头 老师 可以开始了 戴木白向赵无极点了点头 快步退到一旁观战 尽管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 但能看到赵无极出手 同为力量攻击型的魂师 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学习的机会 赵无极重新站起身 双手互握 活动了一下手腕 令人牙酸的骨骼爆鸣声一连串响起 无形的压力 顿时更增几分 赵无极手上又变出一根箱 没等他点燃 宁荣荣已经率先行动起来 七宝转出有流离 身体在原地飘然旋转一周 绚丽的七彩光芒 顿时从他体内释放而出 只见在那七彩光芒凝聚之处 宁荣荣右手掌心之中 已经多了一层齿鱼高的七彩宝塔 宝光闪烁 贵气逼人 宁荣荣面带微笑 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鲜 两圈黄色的魂环从他脚下升起 围绕在自己身上 悄然盘旋 七宝有名 一约利 第一个魂环上升 笼罩在七彩宝塔之上 在宁荣荣左手之脸之下 三道采光同时释放而出 分别笼罩在唐三三人的身上 顿时一股温暖的能量从四肢百骸处涌出 三人感觉到全身都充满了力量 就连体内的魂力也像是沸腾了一般奔涌而上 赵无极有些吃惊地看着宁荣荣 好家伙 今年的考生中 竟然有一个是七宝琉璃家族的 不错 不错 弗兰德老鬼这次肯定要兴奋啊 一边说着 他手上的香已经点燃 随手一扔 插入地面之上 七宝有名 二约素 又是一道采光 飘然而出 宁荣荣的第二魂环也发挥出了作用 身体的轻盈 令唐三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似乎失去了重量一般 心中暗暗赞叹 七宝琉璃塔 果然名不虚传 不愧是辅助系第一武魂 速度和力量同时增加百分之三十 顿时令他感觉到自己实力大增 就在这个时候 赵无极动了 并不是朝着唐三四人冲过来 而是双腿半蹲 双拳 同时朝着地面砸下 不好 唐三嘀呼一声 在赵无极发动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明白 对手要干什么 大师曾经说过 如果有一天 要是遇到拥有七宝琉璃宗魂尸的对手 那么第一时间内 一定要先将七宝琉璃宗的魂尸解决 赵无极的攻击 显然不是针对宁荣 一个人的 但他这明显是要释放范围攻击的做法 依旧是为了先打断宁荣的七宝琉璃塔辅助效果 一道蓝黑色的长藤骤然甩出 藤曼上并没有尖刺 因为他只赋予了唐三第一个魂环的效果 长藤闪电般缠绕上了宁荣荣的腰 唐三在自己跃起的同时 将宁荣荣的身体也带入了空中 轰的一声闷响 大地剧烈的颤抖了一下 一圈土黄色的波浪 随着地面的律动 朝着唐三四人的方向 骤然释放出来 小五和朱竹青的反应都很快 小五正面跃起 朱竹青则从侧面窜出 同时掠过了震荡 唐三几乎与小五同时起跳 就连起跳高度都相差不多 小五上 唐三低刻一声 双手在胸前抬起前推 小五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 也知道唐三的手在什么位置 两人在一起六年 早已经达成了十足默契 双脚脚尖在唐三掌心上一点 借助唐三的推送之力 宛如箭矢一般 骤然朝着下面的赵无极射去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在这个时候被动挨打 让赵无极将自身实力全部发挥出来 他们肯定没有机会 倒不如以攻戴手 或许还能多拖延一些时间 赵无极看到自己垂地的双拳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脸上反而多了一丝笑容 眼看小五扑上来也不闪躲 双手反而背在身后 做出一副任由小五攻击的样子 小五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下扑的身体在空中 蜷缩在一起 翻滚着向前冲 就在即将达到赵无极面前的时候 胶躯这才伸展开来 短时间内 他已经在空中完成了五魂附体的过程 双脚同时踩向赵无极的脖子两侧 两声闷响同时响起 小五的双脚准确地踩在了赵无极的肩膀上 可赵无极却连晃都没有晃动一下 咧嘴一笑 好像没什么力气 小丫头 小五冷哼一声 没力气吗 那就让你看看有力气的 他的双脚就像是粘在了赵无极的肩膀上 脚尖突然没收 分别点在赵无极脖子两侧的大动脉处 胶躯全力一扭在空中转动起来 如果只是小五的力量 似乎是无法带动赵无极身体的 但此时此刻 动手的可不止他一个人 赵无极突然感觉到自己全身一紧 充满尖刺的藤蔓已经疯狂地缠绕上了他的身体 不论是手臂还是双腿全被缠绕了个结实 藤蔓极度收紧 强烈的麻痹性毒素骤然释放 同时地面上涌起的藤蔓将他的身体上推 令他的双脖离开了地面 一个人的力量再大 脚下无根也无法稳住自己的身体 赵无极的身体 顿时在小五双脚的带动之下 在空中旋转起来 此时他的身上还缠满了唐三的蓝银槽 就像一个蓝黑色的大粽子 有了宁容容的七宝琉璃塔辅助 不论是唐三还是小五 此时发挥出的魂力 都已经超过了三十级的水准 小五的身体在空中急速旋转中 骤然后翻 强行将赵无极的身体带动起来 双手撑向地面 直接就是一个剪刀脚的动作 这一下如果换了是普通人 首先脖子就会被小五的双脚直接脚断 最后这一摔更是头不着地 凭借着大幅度的后翻 这一下摔机 小五已经用出了全力 转一转也挺好玩的 赵无极的声音在空中响起 小五突然感觉到 自己正在急速旋转的身体骤然僵住 双脚竟然再也无法带动脚下的对手 一股大力骤然传来 他那原本后翻的身体竟然被强行的带了回来 砰的一声 赵无极全身腾满 同时破碎 四散纷飞 双脚又稳稳地站在了地面上 而就在这个时候 赵无极的脸色突然微微一变 低吼一声身体骤然膨胀 全身原本就已经恐怖的肌肉几乎膨胀了一倍之多 就连身高也在刹那间 拔高一米 整个人都变得极其雄壮起来 七圈绚丽的魂环同时升起 正像戴木槐所说的那样 两黄两子三黑 七个恐怖的魂环附加在他的身上 与此同时 一连串密集的脆响从赵无极背后传来 小五借此机会 脚尖在赵无极肩头轻点 柔软的身体贴着赵无极的背部翻了下去 蝎子便下探 像一条灵蛇般缠住了赵无极的左脚脚踝处 全身同时用力 那密集的脆响是朱如青发动的攻击 在他刚开始闪出的时候 速度就已经完全展现出来 不愧是闽弓系战魂师 他的速度之快 连戴木槐也有些叹为观止 最为可怕的是 朱竹青的任何动作都没有一丝声息发出 整个人悄然窜出 悄然攻击 没有半分能量外发 也没有魂力破空的声音 戴木槐在五魂附体之后 食指探出的利刃一般的虎爪 在朱竹青进行五魂附体之后 他的猫爪却是尖刺状的 附体之后 朱竹青的双眼同时变色 左眼墨绿 右眼湛蓝 头上长发自然贴伏在背上 身体移动的过程中 带着一串淡淡的幻影 很难令人捕捉到 他准确的具体位置 而他的攻击也极为犀利 利爪专找要害下手 以至于赵无极不得不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朱竹青出手的时机 掌握得妙道豪爹 正好是赵无极发力震碎唐三蓝银草 并且拉回小五身体后 力量出现的松懈回力的一瞬间 否则 他的攻击力也不足以破开赵无极的攻击 但是当赵无极完成五魂附体之后 朱竹青的攻击就没那么容易产生效果了 赵无极的身体就像是钢铁铸造的一般 他的猫爪全力挥击之下 也只能将赵无极身上的衣服刺破 小五的柔记第一次吃扁了 不论他如何发力 就是无法令赵无极的身体移动分毫 哪怕是他后翻之后 双手切中了赵无极的腿弯关节处 也一样无法起到效果 小五心中大吉 可此时他却拿对手毫无办法 其实并不是小五的柔记不强 而是因为他的柔记正好被赵无极完全克制 小五第一个魂环所附加的技能 需要在身体柔韧的控制住对手时才能释放 属于一击必杀的效果 但此时他的力量和赵无极相差实在太远了 哪怕是在唐三的帮助下 也不可能控制住赵无极 除非他的魂力能够达到和赵无极相近的程度 否则对于赵无极这种专注力量的魂师来说 他的柔记效果是最差的 蓝阴草被迫 唐三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起来 但在这个时候 他却没有丝毫犹豫 一个箭步就已经冲了上去 粗大的唐曼再次出现在赵无极身上 领政准备发力的他身体迟至片刻 正是蓝阴草第二魂环技能 寄生产生的效果 借助这片刻的时机 唐三已经来到了赵无极面前 而朱如青也悄然出现了赵无极背后 两只猫爪一抓其咽喉 一抓其耳根 找的都是人体最脆弱的地方 趁着赵无极还没有挣脱蓝阴草的机会 唐三一拳骤然向赵无极胸口挥出 赵无极朗声大笑 也不急着挣脱蓝阴草 胸口一挺 很明显 他是想看看唐三的力量有多少 唐三眼底闪过一丝亮光 赵无极的笑声戛然而止 因为他惊讶地发现 唐三的看似全力的一拳 落在自己胸口上 却轻弱无物 而他因为将魂力集中于胸口前顶 顿时有些用错了力的感觉出现 以唐三和小五的力量 当然是不足以带动赵无极身体的 但如果是他自己的力量 却不一样了 唐三挥出的右拳 突然变成了手掌 手掌后膝 控和秦龙就在赵无极用错力的一刹那使出 牵引着赵无极的身体 顿时向前一个亮枪 同时右脚前探 踢在赵无极的脚尖处 哪怕赵无极魂力强横 在这种情况下 也失去了平衡 唐三的时机把握 一点也不逊色于朱竹青 凭借着控和秦龙的巧妙 他相当于是以自己 加上赵无极自己的力量 带动了赵无极的身体 起 唐三大喝一声 双绑用力 竟然将赵无极的身体骤然 举了起来 小五 赵无极第一次完全离地 小五的技能也终于有了发挥的空间 两条修长的大腿 瞬间缠绕在赵无极腰间 双手抓住他的脚脖子 身上第一个魂环光芒大放 就那么带着赵无极的身体 在空中剧烈的旋转三周 令赵无极头顶向下 重重的撞击向地面 朱竹青之前的攻击 虽然没能起到破坏效果 但也无形中干扰了赵无极的应变 和三人之力 终于完成了这一次的攻击 一根蓝阴草形成的粗腾 在小五带着赵无极的身体 即将撞击在地面前的一刹那 缠绕上了他的腰肢 赵无极头顶向下 旋转中摔向地面 而小五却被唐三的蓝阴草 骤然带起 在空中一个曼妙的转折 飘然下落 轰 召集五魂附体后 庞大的身体重重的 撞击在地面上 整个头部竟然完全陷入泥土之中 小五飘然落下 正好落在唐三的肩头上 单脚点在唐三右肩 双臂平身保持着身体的平衡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刚才的攻击 他已经用出了旋力 如果不是唐三巧妙地 恐吓秦龙 他也无法完成 自己的其中的两 魂魂技能的柔技 避杀一衰 小三 我们会不会出手太重了 小五有些紧张地问道 唐三摇了摇头 赵老师还没有用魂技呢 他瞥了一眼 另一边地面上的香 此时 那根香 不过才燃烧了三分之一而已 但在之前的联手攻击之下 唐三 小五 和朱竹青三人 可以说是竭尽全力 用出了魂身解数 寄生在赵无极身上的蓝银草 被唐三快速收回 他可不想自己的蓝银草 再被对手抱一回 尽管蓝银草消耗的魂力不多 但总是被破坏 对唐三自身的魂力消耗 还是非常大的 赵无极 双臂在地面上一撑 把自己的头拔了出来 之前 唐三他们没有仔细看 此时才看清 五魂附体后的样子 赵无极 全身都覆盖着一层厚实的棕毛 身高竟然已经超过了两米五 全身肌肉球起 棕黄色的眼珠 释放着霸道的气息 七个魂环 不断围绕着身体律动着 赵无极 一双大手变得格外厚重 宛如大号屠善一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